你好欢迎收看10月7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为了改善交通道路品质与翻新社区活动中心 县长协同夜馆的各处市 以及凤林镇长万荣乡长还有县议员的陪同下 前往凤林镇万荣乡各村 视察有待修缮的道路以及社区活动中心 并与各村长共同评估改善之处 落实花莲乡里行的安全 打造友善移居城市 县长徐政卫会看现场针对了道路改善 水沟清淤、加盖护栏、路面刨除翻新等问题 折成夜馆单位给予协助经费溢注 期盼竞速办理工程 为乡亲行的安全做最严谨的把关 在节温这个地方做 也做把新做的排水沟 这样会相对提前 徐县长另外针对了老旧社区活动中心 带善问题表示 请各乡镇施工所提案 再向中央争取重建经费 另外针对了需要紧急维修的部分 以优先处理方式来办理 让社区乡亲能够安心举办活动 不中断乡里情感的联系 今天特别有村长提到我们社区活动中心 因为有些的活动中心可能四五十年以前盖的 所以非常的了当就 那这个部分 第一个 只会有请乡镇工所是不是可以提案 那我们先向中央来争取重建 重建改建的部分 那有一些比较紧急的部分 我们就会协助乡公所 镇工所一起来做提案 然后把他整个运线维修 让乡亲可以在里面很好的做活动 或者是现在平常的文件站 或者是关怀据点 都在社区活动中心来批办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案子 那其他有关于清淤的部分 华林县政府每一年都有过这个 基本的经费给各项镇工所 来对于我们沟渠的清淤 那路面的维养也是有的 那但是有一些比较 可能比较老旧 或者是已经固化了坏的 这个我们国有路面的话 我们也会协助乡公所 一起来把它完成 镇长萧文龙 乡长谷明光 以及各村里长 对于徐县长特地下乡勘察 南行道路 听取地方名义 重视乡亲安全 以及实质回应相理需求 感到欣慰与感谢 也期盼一同为花莲 乡亲更完善的生活品质努力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啊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奈